哈喽,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份工作 勤务地点是在神奈川县的横滨市 从东京站出发 花费38分钟40分钟不到的时间到达东神奈川县 然后这个公司的话是需要找两名震慑员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软件开发 就在横滨市 然后月给二十三万五千到三十七万元日元 主要工作环境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有正常的休假日 然后日本语的话只需要绘画能力就可以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或者是对这份工作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就职说明会 每天都有 然后周六周日和休息日也是说明会也是正在开始的 周一周三周五是十一点开始 然后每天有四十多家会社过来参加面试 然后面试时间是下午两点钟 周二周四周六周日是一点开始 然后正式面试的话是四四点 然后每一个来的人都会领取到一张这个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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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